新闻的欢迎来听到来做会 欢迎来宾美丽观众者杨倩红学生 美丽观众者蓝轩小姐 美丽观众者陈光琪小姐 中文艺术所长妙男琪小姐 还有KIMO老师阿德欣珍 新闻的主持权 严重小姐 各位认为安安 我是连秋 欢迎光临新闻业总会 大家请上来座 谢谢我们四位好朋友 谢谢 我选红今天很幸福啊 我们也真你好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被宋楚瑜主席称为 是那个人的马办执行长金普聪 已经决定要收起他的小刀 不要再告宋楚瑜了 可是呢 现在亲民党的回应就是说 撤不撤告 跟亲民党要不要选 其实两件事情 完全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宋先生现在的这种大动作跟高分贝 已经让马英九总统呢 不得不在今天出来公开喊话 而且大家看呢 马总统在讲话的时候 脸上背满了亲切的笑容 大家的理念是非常一致的话 那是不是一定要自相残杀 兄弟戏强才能够达到目的呢 能不能够在同理念相同的这个范围内 一起寻找出一个最合适的候选人 至于说金普聪兄他准备在撤销这个诉讼 这都是他个人的决定 当初他提告撤告 都是他个人 跟其实跟国民党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都尊重他 马总统讲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他们已经提名的选区 如果亲民党想要选 我们再来商量嘛 第二件事情就是金普聪那时候要告 以及现在要撤告 都是他的事情 跟马英九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先从第二点开始来谈一下 我先请教一下老师 让你觉得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内情吧 这种金普聪告宋处 真的是他个人 这跟国民党和马英九真的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相信吗 我觉得大家其实一直听说是马金合体 如果是马金合体 当他是说他是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合体的最高境界 就是根本不需要去讨论 这是个人还是共同的事情 那大陆性质都民 所以这个事情金普聪决定怎么做 他根本不需要跟马英九讲一个字 马英九也绝对说这是他个人的事 但是合体的意思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猜想 所以彼此是心意完全相通 那而且整个的默契十足 何须摆在台面上说呢 这当然是个人的事情 老师也很毒的咧 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晰 是是是是 所以这件事情就 当初那个金普聪要告的时候 其实也没告诉马英九了 马英九也拦不住 也不需要拦 对不对 现在要撤 也是他看的情况 默契十足 怎么会讨论这种事 所以这个内情应该就是 其实根本就是大家有默契 现在也不要说 那都是他啦 跟我无关 当然我知道的不纯粹是这个样 问题是出在说 马英九的问题根本不是出在说 他跟金普聪是不是合体 而是他到底管得住管不住金普聪 金普聪先告了 在知会马英九 而马英九请他策告 金普聪跟他讲了 讲完之后 马英九突然觉得好像 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 然后就接受了金普聪的理由了 所以要他策告 其实很早以前 马英九就开过口吗 很早很早很早 其实我大概在一个多月前 就听说了这件事情 就是 其实应该是更早 那但是 就马英九更早要金普聪策告 但是我一个多月前就听说了 马英九要金普聪策告 而金普聪不肯策告 不过我讲真的 金普聪策告的内幕呢 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 一个叫金普聪 一个叫马英九 还有一个是上帝 所以我不会说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金普聪 很早就决定要策告了 绝对不是在 昨天临时提议的 那但是呢 这个所以看起来是有步骤的 先要料料理出来开记者会 说随时可策 对对对 就是说前面的路要搭得很全了 料料理开记者会 然后马英九要说话 接着他才要出来讲 他策告 就是那一步一步 必须要安排妥当 所以这个安排妥当 所以我觉得显然呢 金普聪跟马英九之间 到底有没有谈过这件事情 有点罗生门啦 我听到的其实 马英九并没有真正要求金普聪 就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实他可能有点点 比如大家在开会 讨论会关于国庆盒的事情 那现在选举的事情 因为他是马英九办公室的负责人嘛 CEO 所以所有的一些相关的状况 都会进到他们那样的会议当中 去进行讨论 但是讨论的时候 大家大通就讨论的时候 那如果说他那么在意 你提告的话 那是不是你要撤呢 那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都表示了意见 包括马英九也表示了意见 但是其实没有说要求 但是那个时候 金普聪的态度 其实第一时间是不愿意的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大概是在半个多月 一个月 接近一个月前 其实就已经他表达过他的歉意了 他说如果说这个 宋主义愿意承认 他做的民调是真的话 他就愿意测告 他讲过一次 但是因为前提他硬了 所以呢 其实宋主义是不理会他的 对对对对 那所以后来他就也就 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但是我觉得就整个来说的话 我认为金普聪的个性 坦白讲 我今天再去问的时候呢 他们有人在讲说 说到底是谁要他测告 他们就说你觉得金普聪 有人敢要他测告吗 上帝 所以我觉得金普聪的个性 其实大家都明白 是即便就算马金合体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 我其实向来觉得说 这件事情 个人的事情就是个人的事情 包括当初提告 我也不认为说他是 因为跟马串通了 所以他要去 这个宋主义穿小姐 但是回过头来说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认为金普聪是聪明的 他很清楚知道说 把那么件小事 搞到说 我这件事情可以让你送厨余 因为你咬定了 是因为这个关系 咬定了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做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筹码放大 放大到无限大 就是我今天一件小事情 我可以引进入到 一个这么没有用的筹码 我引进入到你拼命咬 咬这个耳 咬到说 就是这个了 所以你说就是因为我的关系吗 那我就撤了 那你现在 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 所以我觉得金普聪 这一部分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效果的话 我不认为金普聪干嘛测告啊 如果他只是跟宋徐进了恩怨的话 不是的 国庆的一些大战略的话 而且我想对他来讲已经够了 为什么呢 他如果就算告 就算告赢了 请问一下新闻会登多大 这样子吧 一点点吧 所以这件事情还是不 就对很多人来讲 那新闻上还是不清不楚 但这件事情被这样子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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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完了之后 我讲 这真的是比打官司 所能够赢回来的清白 要来的赢得多太多 小鸡马英九啊 小鸡马英九啊 小鸡大做 你要大做成这样 也必须要对方配合 对对对 配合也是 宋先生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然后他们就好 你弄那么大 那就顺水推中 我就挖一个 那你说你不高兴 那我就撤告 那你现在应该高兴啦 好宋先生那你现在你怎么样说 我还是不高兴 我们这个事情跟那个无关好了 大家就说啊你怎么 又无关了 又来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意思要活嘛 所以是不是这样 这个辣炒牛肉 把辣椒夹掉的话 还是辣的 所以我 就只能觉得 我觉得 我对这个事情的了解是说 金补充如果撤告 就不叫金补充了 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照金补充的性格 这不告到底是奇怪 任何一个名嘴讲了什么话 你知道他那个千刀万里追 那个电话追到什么程度 讲讲讲还不算 还要讲给别人听 所以说你说有一点点错误的时候 有一点点他觉得你讲的 你不要讲到我 讲到我 那个我听起来不对 千刀万里追 电话追到总 我觉得他最特定人 我坦白说 从来没有接过他一次电话 我觉得很怪我也评论过他真的 他有评论 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那时候是没有想到 他真的气 然后要求要迷御 第一时间他要告应该是这个想法 他也不认为宋主义会有局面 应该是这样 他不认为宋主义会有局面 现在看起来 然后刚好就你们既然那么在乎 我也就顺水把这事情解决了 现在求回到宋先生身上嘛 你要怎么样子因应啦 所以这整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撤告 是不是真的国民党就说 你看我好大的善意哦 我真的有善意啊 所以你们这么在乎嘛 所以你看现在清明党不能讲说 我没在乎过啊 你要告就告啊 干我什么事 不行啦 还有一个 2.4亿 国民党要不要吞这个 吞进去 这是另外一个重点哦 因为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讨论的时候呢 不但有人在穿梭的时候呢 宋主义都试图告诉大家说 我们就算马宋界面要谈 我们也绝对不谈2.4亿 他就是要去证明说 我没有到那么在乎这个钱 所以话 现在也是你讲的 然后现在的局势演变 本来是说为了国家大忌 为了到底要找一个能做事的人 才会要谈有关于国亲 或者有关于整个的 要不要出来选自主性的问题 你现在2.4亿这个钱 你当初又说你不要谈 不在这次马宋会的谈判范围之内 然后脚底又慢慢转 又吃下那个耳 然后又变成金箍中的问题 你现在先讲的就是官司嘛 官司现在人家让了 然后又突然再冒一个2.4亿 这个就 大概这么多看官嘛 就会觉得 你这个条件来真多 就是不想和嘛 就讲一声嘛 我觉得一开始 在国亲之间的关系上面 所以亲众人士 面子不能讲啦 所以亲众人士讲这个话 我都必须认为 他们实在真正不了解宋楚瑜的心 他心里头很生气 可是这是不能说的 我会觉得这时候 像国民党这种大党 你又是执政党 你既然已经要示出善意 也撤告了什么的 就再大方一点 如果2.4亿又是另外一块半角石的话 那就还给宋楚瑜啊 然后让亲民党就选嘛 因为选举要不要钱 刚好2.4亿 20个候选人 还蛮好用的 你就大方一点 再试一点 站一步好吗 我们再回来 哈哈